豪华,似乎从没有一个标准定义。 每个人理解的豪华,都各不相同。 有人觉得,豪华就是金钱的粗暴堆砌,是一种浪费。 有人认为,豪华是对精神享受的满足,代表着品味。 而我认为,能把豪华演绎到极致的,就是汽车。 一部豪华汽车上,你能找到考究的材质,舒适的配置,或者,从未见过的黑科技。 有时候,甚至是车头的一枚车标,就足以证明一切。 豪华,是先锋设计带来的视觉盛宴,顶级材质带来的触觉惊喜。 高宝珍音响,带来的听觉享受,甚至是兴风管家,提供的情形空气。 豪华,是一种由内而外,散发出的强大气场,令你震撼,将你包裹。 他无法言语,却极致美好。 他触手可及,却超脱想象。 当时间划分了种族,空间划分了地狱,豪华一词,就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了更加多样的演绎。 我热爱北欧优雅的极简主义,惊叹于日耳乱惊惊下的机械之美,也沉醉于东营见人的静谧禅意,而让我最向往的。 美系豪华的一切,似乎都和大分不开关系。 大排量,大空间的烙印,早已深入人心。 舒适的座椅,沉稳的底盘,还有丰富的配置,也从不缺席。 我印象中的美系车主,大多充满自信,毫不掩饰。 他们是生活家,赌得取悦自我,又不甘平庸,乐于成为公路上的焦点。 在我心中,美式豪华是一种不居属,不跟随,不妥协的豪华。 传统美系豪华车 技能体验,浓郁的传统基地,匹配上精妙的现代表现。 新世代的美系豪华,一切还是那么熟悉,却处处留意着惊喜。 你好,林肯。 来了。 导航道盘古大观。 为你找到十个结果,你想选第一集合呢? 第一个。 回到开始的问题,究竟什么才是豪华? 其实豪华并不虚无,反而是一种极致的实用主义。 是对自我的极大满足,更是对自我的无限超越,带来功能之上的精神享受。 我认同的豪华,不该裹挟于物质,不会束缚于规则,更不必沉浮于时代。 我的豪华,自成一派。